凡人游戏 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 虫草经费胶囊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气 传凶们 用虫草经费胶囊 其次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 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8805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男嘉宾的家附近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是一位非常优质的男士 形象好 工作好 而且还非常的年轻 他为什么那么年轻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他在身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本期交友男嘉宾 王莹24岁 身高1米70 事业单位安歼工作 月收入8000以上 主城有房有车 未婚 要说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呀 还真是个讲究的人 临到就要拍摄个人介绍的时候 却忽然提出想回家换套衣服 哎呦 要整睡点吧 穿得太休闲了 你还是挺讲究的 不是 我上去饭好了 那走吧 给你休息 然后我还有个房子在我们那会儿的 哦 走吧 走 我没装 但是 平时你也是在做动方面呢 比较想求嘛 是觉得穿衣服那些 还是比较爱卫生 看都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在头的洗净看一看 然后换套 不说就是准备小来说 不说就是一个那种水钱那个人 像学习的衣服吧 像学乡那种 我叫王颖 来自崇津南安 今年20时身高一米起 从事安全工作 住在雪佛大岛 然后直接拥有一套 百零三个平方的房子 收入在八千 又投资于餐饮这块 然后直接打算 自己开个店 然后从事餐饮这块行业 我的性格就是 那种水开浪大房系列 比较阳光 喜欢帮助他人 然后朋友有什么困难 自己也是积极出于 去帮忙 去帮助他们 对家人对父母 都还是挺有小心的 我有段年轻 因为我当时出于一地 然后觉得一地连很难煎熬 所以最终我们分手了 然后还等不下去 我现在就想找个 踏踏实实的女孩子 过日子 我的自由标准就是 又小心又爱心 积极上景 持家过日子的女孩就挺好了 哈喽 男嘉宾你好 男嘉宾真的是西装笔挺的 走过来 平时是不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 对 把自己穿得得体 穿得干净 个人看起来很舒服 也是对人一种尊重嘛 那你对自己的形象那么有要求 会不会对女嘉宾 她的外形条件也很有要求呢 对女嘉宾的要求啊 就是传作方面好 只要是看起赶紧打方 得踢 我也觉得就可以了 那你对身高这些有要求吗 身高在一米六以上就可以了 一米六以上 那你现在其实才二十三四岁 为什么会急着上我们的节目 来找对象呢 因为我想成家 然后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思想要成熟一点 要传统一点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能力 去承担起一个家庭吗 有能力 有能力 就由内而外的吗 你是觉得 自己也有这份 对家庭事业的一种担当 男嘉宾虽然年纪轻轻 却自称是个成熟有担当的男人 可事实会是这样吗 我不忙 我去给余嘉宾买点那个 天气有点冷脑 要不吃个买点热茶 可以啊 很好的 很软心的 好的 好 你吃了都开始不 其实在家会自己做事情吗 做家务吗 也会做 然后在家里面 都自己洗衣服啊 打扫卫生啊 煮饭啊 都做 这些 哇 那我觉得哪个女孩子找到你 还是蛮幸福的 还好 这本来也是应该做的嘛 跟父母做 应该都为父母分担一些 因为父母很辛苦 上班他们也挺累的 哇 真的好懂事啊 感觉 我们都可以高兴呢 那还是很了解她的 很了解 她勤快 你们都知道她勤快啊 我实际上她勤快啊 你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们都在一个小区 我们在家做个黑几年了啊 她有勤快又漂亮 小孩子真乖 她有礼貌的很大 我玩的最近 最有礼貌的随时看到 娘娘娘娘叔叔来吃 我再给她准备了一个下午茶 然后准备了个面包 我觉得你考虑的还是蛮周到的 自己做一个简易的下午茶 好 阿姨谢谢啊 不愿意谢谢 都是邻居是吗 婆婆 我们一栋楼的 一栋楼的婆婆 我们是二栋楼的 我每天在留狗 小孩子还好 为人的小都还好 都很热心的那些公益事业啊 小孩子还不错的一个人 你说她公益事业 她做了哪些公益事业啊 主持啊 带那些 反正那些进来远去啊 小区那些 那个不特有事啊 都很帮忙 她帮过您吗 帮过 帮过了 有时候我们买菜啊 拿不动啊 看到去都主动帮 我们吊上去 是不是还是一个很善良 很热心的男孩子 看着你都看得出来 小孩子很善良 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五十几岁 看到我们是吊东西吊多了 她都主动上来帮我们提啊 真的是和男嘉宾 一走出这个小区啊 去随便买了点东西 就认识了那么多的邻居 那这些邻居呢 对我们的男嘉宾的评价 也是非常的高啊 有一句话叫做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我们的男嘉宾热心 公益事业 同时呢 也是一个尊老爱幼的 一个好青年 那我们也一定会 把这一段视频 然后放给我们的女嘉宾看的 您放心 我在这里要给你点个赞 真的很不错 谢谢 好 走 我带你过去见我们的女嘉宾 好 在邻居们眼中 男嘉宾简直就是个 完美无缺 百里挑衣的好男人 可今天的女嘉宾 会喜欢这样一个 阳光大男孩吗 我跟你说 女嘉宾就是在蒙古包旁边 穿着黑色羽绒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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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减肥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变美女 还在滑船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玩游戏 还在打麻将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抢优鬼 我们要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 这是余嘉宾吗 喂 你好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天气有点的给你买了杯奶茶 然后给你带了点相对下午 本期交友女嘉宾张燕 24岁 身高1米56 公司会计兼美甲店老板 月收入上万 婚姻状况 未婚 有车有房 大家好 我叫张燕 今年24岁 来自重庆武朗 目前从事财务工作 我身高是156 我的月收入大概在5000以上 目前的话 我自己一个人住 是自己是有房的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女孩 然后性格比较强势 我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的女人 然后对自己也比较要求比较高 不但自己在上班 跟朋友两个也在创业 随到自己的年龄增长 然后不断地提升自己 各方面的能力 我的责务标准 都是希望你一般 非常有上进心 责任心 爱心 小心 然后这四个心必须要达到 然后直接对外表那些都不重要 主要还是看两个人 相关一不一致 掉不了得难 越收入的话 不要低于自己 因为我那边的话 固定工资是在5000以上 然后自己另外还开了一个工作室 在跟朋友一起合伙 反正肌肤最低的话 也能达到一万以上 车子的话我也有 我还是希望男嘉宾一定要有上进心 通过自己的能力 还是有车有防 谁说我那边有的话 我觉得做一个男人 那些有车有防 要求是最基本的 如果那点能力都没得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些内心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晚的凡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 条件都很好 两个人年纪都很轻 24岁 男嘉宾月入室8000以上 在事业单位工作 外形白白净净 而且还特别的讲究 为了录节目 专门去换了一套西装 据编导说 这个男生还有用香水的习惯 可以说是相当讲究了 而且男嘉宾的这个风品也很好 街坊邻居对他是赞不绝口 说这个孩子生活作风啊 还有就是为人处事啊 助人为乐啊 这方面都是相当棒的 对他都是印象很好 那么我们的女嘉宾也是 比起男嘉宾来说的话 一点都不弱 每个月5000以上 自己还开个美甲店在创业 加起来都过万了 这个收入这么年轻 而且呢 对于另一半呢 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希望经济要稳定啊 要超越自己啊 等等 从外形到条件来看的话 两个人都是相当匹配的了 如果在一起的话 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啊 小日子真的会很有前景的 但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男嘉宾专门提了一点 他对女生的身高是有要求的 他希望女孩子要在160以上 而我们的女嘉宾没有160 那男嘉宾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一种执着的态度呢 还要看他们见面之后会怎么样 那我要不要握一下手 看男嘉宾特别害羞 我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啊 其实还不错的 毕竟男嘉宾还是非常尊重的玩意 给我带了一些零食 这些举动还是让我会乱心的 第一眼感觉就是 挨了一点点 在你左右标准下挨了一点 然后关键还是要看我们两个 下来行个相不相后 这是男嘉宾给你准备的下午茶 还满意吗 满意 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 就男嘉宾虽然说在这个 比较简陋一点的地方 只能买到这些 但是呢也可见 他对你的一番诚意 这个是他专门过去了以后 帮你烧了热水 然后才冲开的 要不要尝一口 好的 谢谢 男嘉宾真的是一个暖男 撕面包都要亲自 比达斯 还不错 挺甜的 这种甜呢 开心啊 我觉得主要是这种甜味已经 就是溢到自己的心里边去了 平时有没有人会给你送下午茶这种 有 有啊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 追求者吗 也有吧 那你今天感觉看到男嘉宾怎么样 还可以 因为刚见面然后 肯定要多接触一下 我觉得形象各方面呢 还不错 我们的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还是不错呢 那我们想男嘉宾你觉得呢 要不然小声点说都可以的 挺好的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就你开始不是很介意那个身高问题吗 你现在觉得呢 现在也还好 也还好 是真的觉得还好吗 还行 觉得达到你所要求的那个身高了吗 就目测的话 嗯 就是还差一点 差一点 嗯 那现在的话 因为就两位已经见面了 啊 你看到这个身高 你觉得还可以接受去了解吗 嗯 可以慢慢先 那个 尝试的去 那个 可以可以 现在好像双方对彼此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我们的女嘉宾长得那么漂亮 肯定在外面吃这个下午茶有点不雅 要不要去找一个舒适点的地方 两位坐着好好聊聊天 嗯 那行吧 那方便去你家里面坐一会儿嘛 那女嘉宾提出来 就是说去你家里面坐一下看可以吗 嗯 可以可以 那你就带女嘉宾去吧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几个领取 价值168元 羊绒围巾一条 购物买1000元 送邮费50元 超2000元 即可获得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买时尚冬装就到空港逛一逛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新特汽车投资打造重庆本土新能源汽车交易平台 一车库 海量一手车员尽载一车库 新特第一V1凡人有喜乡亲特派员专用用车 高颜值强智能新特第一V1新一代潮流作驾 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冲草轻飞胶囊队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邱婷可 董婷可 气喘 凶闷 用虫草 进味道囊 男嘉宾家里边有人吗 没有 家里边把王上买去了 那你嘉宾进去吧 看一下吧 对 今天在读书 那你平时会带弟弟吗 我平时会带他 带他要玩了 带他去做年 那你现在岂不是提前感受了一下当父亲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的 那以后应该很会当父亲的 还好 那个辅导做年是挺难的 但是要用心慢慢慢慢讲 女嘉宾听了以后呢 感觉怎么样 男嘉宾脾气还挺好的 然后家里面也收拾得挺干净的 那你觉得啊 就是说脾气那么好的一个男孩子 是你所喜欢的类型吗 应该女孩子都喜欢的 当我骑到男嘉宾家里面的时候 看到我只收拾得很干净 还有还会煮饭 那些情况的话还是让我很意外的 如今那个社会 男孩子 年轻的男孩子会做家务或煮饭那些还是很少的 几乎看不到了 平时你们家的话都是你做嘛 对 先是在我在家 然后我都会做 然后煮饭呢都是我做这块 做饭好吃吗 嗯 还好 挺好吃 说到做菜 我看桌上这些菜都是你炒的呀 是的 然后饺子也是我包的 哇哦 不错呀 平时我也 主要是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吃 然后爱好自己每次就喜欢研究这块美食这块 然后自己也喜欢做 然后下班了 然后就会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 做上饭菜 等父母回来一起吃 其实很多女孩子都特别的想找这么一个男孩子 在家里边打扫的 干干净净的同时呢 做饭啊 也做得特别好吃 就虽然说我们后面这些是盛菜 你感觉怎么样 一般吧 一般吧 我觉得它离我还差一点 差一点 听我说你也很会做菜吗 对 你做菜也很好吃 有没有比较难一点的菜 烧白这些都可以的 我们家住的话都是做的餐饮行业 比如说我们进去这边做的烤全羊 我们家是羊肉汤锅 还有一家春菜馆 对 还有火锅店都有 就是说很多菜你都会做相当于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我都有去找师傅教我 那你家宾烤全羊你都会啊 基本上没问题 就那么大一只羊 可以的 你都可以把它烤熟 可以的 因为我舅舅亲自教过我 我也有厨师真的 我也是那个 只是说在家里那个 就是设备有限 就包括家庭那种 如果说在外面我也会走 做菜我也很感兴趣 而且包括宇嘉宾说到做餐饮行业 我也挺感兴趣的 我一直从小的梦想 就是不是说梦想 就是说对自己有种目标 然后我也很想很喜欢做餐饮这块 真的 挺圆的 我感觉对宇嘉宾 在这块他聊到餐饮这块 没想到宇嘉宾能够冷干 在家庭这块也挺冷干的 然后能做饭 而且自己也还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都还挺不错的 那如果万一你们两个 以后在一起了 谁来当主厨呢 别人家是不想做菜 你们家是两个人都想做菜 只要是宇嘉宾安排的事情 然后吩咐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男嘉宾如此大献殷勤 看来她是对独立能干的 女嘉宾非常满意了 对于做些事情的话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 一想出去做 不想做我来做 就这样子 我觉得女嘉宾 也还是挺贤妻良母的 就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身上一点公主病都没有 非常的懂事 平时就是也很独立嘛 对 我13岁的时候就离开父母 然后自己也做独立 我觉得女嘉宾挺独立的 然后也是一个很懂事 很成熟的女孩 特别喜欢持家过日执行的 我也是挺独立的一个男孩子 因为我从小就是出生环境 在农村 然后也是16岁 今天也来到男嘉宾的家里边 可以说是开门红啊 两位慢慢的聊天 就已经进入家境了 那今天也是来到这儿 要不然就去参观一下 男嘉宾的家里边 好 让我简单去收拾一下 好 你赶紧去吧 我们原本以为男嘉宾的 踏实善良 以及两人的共同爱好 会让女嘉宾心生好感 可让特派员没想到的是 这男嘉宾不在眼前 女嘉宾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那就从开始的这一系列的了解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 一般吧 一般吧 为什么会觉得一般呢 可能家庭条件和我的学历有一点粗辱 家庭条件和你的学历吗 对 你是觉得家庭条件不够好 怎么讲呢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对 你具体是觉得房子这一块吗 不是房子 因为从我现在表面看到的 跟我自己家庭对比的话 出入还是挺大的 对 就你自己的家庭 可以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我家庭这边是做餐饮行业的 差不多做的年龄比我还大 所以相对于家庭条件的话 是要比今天男嘉宾这边 要富裕一点 对 所以你是不太愿意找比自己差一点的 也不是不太愿意 只是说还是相对于偏向于门当户对的那种 对 那你觉得学历方面呢 学历的话明显感觉跟他还是有一点点代沟 刚刚有听他讲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上班 对吧 他应该顶多也就初中毕业吧 那你是什么学历呢 我是本科学历 本科学历 对 所以你担心可能在以后的交流和沟通方面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对 主要是三观不一致的话 这样子相处下来会比较困难 我对自己的走偶标准是不能低于我的收入 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月薪在五千家 然后自己这边也有一个跟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一个工作室 生意好的话差不多一万左右 生意不好的话至少也有五千 那其实就总体加起来的话 你的收入都是在一万多到两万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女嘉宾对另一半的要求竟如此之高 男嘉宾看来是凶多吉少 我就想接下来 然后我们俩私底下多接触一下 多了解一下 把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多问他 男嘉宾收拾好了吗 这是我的卧室 这是你的卧室 女嘉宾可以进去看一下吧 方便吗 方便方便 已经收拾了 大概收拾了一下 然后我做的比较喜欢简单 挺简单的 我一进来就闻到一股香味 你闻到了吗 闻到了 这是喷了多少 喷了一点点 喷了一点点 其实我进来的感觉 有点像女孩子的房间 特别干净 特别整齐 而且比女孩子的房间 还要干净整齐 我的一份 她也想不想 就是大概八起来 你嘉宾开始也是说 特别喜欢干净的男孩子 那在你的标准里边 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五分吧 五分吧 为什么那么低呢 可能是我平时 我也比较爱收拾屋子 对 所以你是觉得哪些地方 没有做得好 就比如说 进来的时候看到你 房间太单一了 和我的房间对比起来 差不多六分几个 你的房间是非常的干净吗 我朋友这些我们平时聚会的话 直接坐地上 对 就是说一尘不染的那种 连地上都一尘不染 对 我再忙的话天天做清洁 从来不请阿姨做 挺好 其实我平时 如果说我空下来我也打扫卫生 就是把屋里面 收拾的整整节节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这种习惯 心里边有没有一点点失落 有一点点失落 但我会努力去做到更好 向他学习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的房间 在我看来真的已经很高了 我可以给他九分到十分 可能在有些男孩子看起来 也许女嘉宾这样的要求 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的男嘉宾 并没有这样的感受 可以见我们平时男嘉宾 他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自律的 而且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男性 我都觉得挺干净了 但是还没达到女嘉宾的 这个心头的那种标准 然后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女嘉宾也 肯定会更爱真姐 更爱卫生 这点很好 没想到女嘉宾的挑剔 柯克并没有使男嘉宾心生反感 却反而更加增加了 他对女嘉宾的好感 保命了那个 反人游戏这个栏目 然后呢在这一会儿遇见你 我也感觉很开心 很幸运 直接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 很东西 很独立的女孩 真的很不错 你好 谢谢 我们连夫妇都学得干干净净净净 显然男嘉宾对这位性格 有些强势的女嘉宾印象是越发的良好 可就在接下来的约会中 她的诚意能打动咱们精明的女嘉宾们 我没有想到的是挑剔的人反而是我们的女嘉宾 在去到男嘉宾的家里之后 编导和我们的摄像大哥都说 哎呀男嘉宾那个家里啊收拾的真的是超级干净啊 做家务做的这么好的男生真的是不多见了 而且还爱做饭菜 可是女嘉宾就觉得你这个家里有多干净呢 你并没有达到我席地而坐的标准啊 我觉得一般般 而且对于男嘉宾的这个家庭条件啊 收入各方面来说 女嘉宾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啊 配不上我啊 有差距啊 跟我的理想型还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呢 哇我顿时觉得原来隐藏的傲娇的女王 是我们的女嘉宾 但是交流过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反而是越来越好 她认为女嘉宾非常的独立能干 家里呢又是做餐饮生意的 而且我们女嘉宾连烤全羊这种大印菜都会做 确实是相当的有能力了 这也很符合男嘉宾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 她因为她将来想做餐饮方面的创业嘛 那么女嘉宾这种经营家族生意 都是做餐饮的人肯定对她是有帮助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情势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 就是女嘉宾对男嘉宾不是特别看得上 而男嘉宾倒觉得 嗯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即使身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我觉得并不重要 那么今天的相亲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还无法预测 我们要接着往下看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新特汽车投资打造重庆本土新能源汽车交易平台 一车库 海量一手车员尽载一车库 新特第一V1凡人有喜乡亲特派员专用用车 高颜值强智能新特第一V1新一代潮流作驾 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冲草轻飞胶囊队本节目的单独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喘凶梦 用冲草轻飞胃胶囊 你家宾觉得伺候得怎么样 感觉你像公主一样在这儿坐着 看我很好 太短了很好 那我们就好好的再了解一下吧 好 男嘉宾那边 你的收入这块大概是好多呀 我的收入一般在八千到九千 然后基本上是稳定的那种 你那边是 家里面是两个小孩 还有一个弟弟 八九岁 弟弟在读书 我那边先了解一下 你父母目前是在抓着 我父母就是那种普通工人 然后都是那种工作 都相当于是普通那种 我妈就是住家政这块 弟弟的话差不多都四年纪了吧 费用的话大不大呀 他现在都小学 基本上花不到好多钱 弟弟的话跟你年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你那边的话 后期会不会跟父母两个承担弟弟的那些费用啊 作为哥哥哈 然后我也想到还是 也还是应该也有这些人去 也去为父母一起减轻压力 他如果能读大学 甚至更好你读书读下去的话 我也能 也能还是肯定会支持他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 如果后面带到父母 让弟弟的话压力会很大 毕竟一边换房贷车贷 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庭开销那些 父母的压力也是相当于是我的压力 我也应该能 也要给我自己最大能力 也要去承担 也要去担这个责任 你那边的工资的话 收入这一块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说和我自己理想的 你一般的收入还是有一点点出入 我不刚刚说了嘛 我就是说的 我也是想那种 那种有个自己的餐饮 或者自己店 然后直接上这班 有理想也追求 真的不是安逸现状 确实你那边的话 和我对比还是有一点点 毕竟你那边 父母也没有问题的工作 然后也有一个那么小的弟弟 所以说你以后的压力 肯定是比我大得多 女嘉宾犀利的语气 让男嘉宾显得有些难以招架 还好就在尴尬之时 男嘉宾忽然接到了妈妈 打来的电话 妈妈你来嘛 我来接你 没换 哎呀衣服你都随便穿 就穿起你现在来个来嘛 那要不然我们先过去 接他过来 好可以 男嘉宾这一下可是有救兵过来了 走吧 阿姨去看一下吧 阿姨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女嘉宾小张 你好 这个就是男嘉宾的妈妈 感觉怎么样啊 你好 孩子还非常贴心地提醒了一下妈妈握手 感觉怎么样嘛 可以吧 可以还好吗 可以啊 好那反正我们就一起聊聊天 吃吃饭嘛 了解一下 好妹妹我走了 我走了 我有点事情啊 我玩去真是乖和踏实 真的是个很踏实的玩意 又很孝顺啊 好你们好好相处啊 好我有点事我三分了 阿姨是有急事要加班对吧 好 好那就先不耽误你工作了 好好 好阿姨再见 好 阿姨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接下来男嘉宾又是只能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了 希望你不介意啊 张燕 因为我妈出事工作原因 她那个然后过去了 不好意思啊张燕 那你们两位再坐着好后聊一下吧 你希望是在什么阶段能结婚呢 达到什么个状态结婚 我给自己的定了个目标年收入至少三十万 我才会想有成立一个家庭的那个想法 我是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明确的规划的 挺好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觉得对 你色情挺重的 我有点顾虑就是 就是你现在在你的期望子就是年收入三十万这个时候 对我来说是挺那个了 你介不介意我工资或者没这么多啊 你一定要有上进心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尽量给我最好的那种生活状态 就行了 女嘉宾对另一半的要求柯克让男嘉宾倍感压力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用餐过程中 她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女嘉宾 那么此时两人心中到底都有怎样的打算呢 现在呢是天算以晚 两位也是经过一天的了解 说实话我觉得两位还是挺有缘的 都特别地爱干净 同时呢也特别地喜欢烹饪 你们现在可能在心目当中会有一些答案了 但也有可能呢 你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 那这样吧我给大家五分钟的考虑时间 那如果你们愿意和对方牵手成功的话 那么你们就到后面的红色蒙古包内 从那里开始你们新的生活好吧 如果不愿意和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即可领取价值168元 羊绒为金一条 购买1000元送邮费50元 超2000元即可获得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买时尚冬装就到空港逛一逛 空港皮革时装城年终福利来了 扫码领100元现金券 进店再送500元现金券 一年一次送惊喜 机会难得买时尚冬装 到空港逛一逛 商圈买一件 空港买两件 现在是 离我们约定的五分钟 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的男女嘉宾 究竟有没有出现在蒙古包呢 要知道是这样 想梦一生 上次的一天下眼 我觉得男嘉宾 从发兄弟家庭 在工作方面 给我开始有很大的插曲 暂时的话不考虑跟他牵手 我感觉女嘉宾的学生太强了 然后觉得我直接挺有压力的 我只想找个平平淡淡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孩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非常遗憾两位没有牵手成功 男嘉宾呢 最后也表态了 虽然女嘉宾条件不错 但是我只是想找一个 持家过日子的伴侣 而不是找一个 对我可能有各种KPI要求的 一个女主管 这句话是我加的 反正我觉得女嘉宾 今天的表现 其实让人挺遗憾的 我们会发现 女嘉宾个性很独立 赚钱能力也很强 家庭条件也不错 可是她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完全是数字化的 也就是说感情 不是她结婚的目标 但是数字一定是 你必须达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标准 你的年收入达到多少 你家里的家境 怎么怎么样 达到什么样的 一个数额之后 可能才能成为 我的一个结婚对象 我觉得用数字 去量化自己的感情 它显得非常的粗鲁 而且女嘉宾你要知道 找另外一半 她并不是找营销经理 你要看她的 能为你创造多大的财富 才能成为你的夫婿 这一点的话 会让人觉得 感情如果一旦用数字 来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她的真诚的可能性 我觉得就降低了很多 话又说回来了 以你的标准 年薪30万以上才会结婚 那么我就想告诉你 年薪30万以上的男人的话 他不见得会选择你 作为他的伴侣 他的选择面会很宽呢 你觉得你的外形和条件 站在他面前之后 他会认为 你是他的理想性吗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冲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喘凶闷 用冲草清费胶囊 其次呢 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 栏目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凡人游戏现象 婚联服务中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还是那种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凡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